大家好玩 我們請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這次燕子颱風侵襲日本 我們把從它開始到現在消散的過程給大家看 其實它這個呢 曾經是這個今年最強的颱風 不過登陸日本的時候是中度颱風等級 那它的中心呢 是在這個四國跟晉級之間 也就是說各位看到很多的災情在大阪 不是只有大阪 很多地方都有些災情 現在來看的話已經明顯消散了 為什麼會那麼大 其實呢它是一個中路颱風 在台灣常常會看得到 但是呢因為日本呢這個地方 其實它登陸的四國跟晉級的地方 沒有什麼太多的山 所以風速就特別大 加上風暴潮 這個颱風呢 把海水這個吸高起來 加上這個風往內陸推 所以這個地方呢從這個地方登陸 所以這個地方風浪就特別的大 所以各位可以看 這個呢就是大阪的關西機場 它是填海造地的 其實在造的時候呢 在30年前其實 還沒有全球暖化什麼概念 也不知道海平面會升高 也不知道還有這種風暴潮喔 讓這個海水的像 這個海嘯一樣 這麼高的浪把整個都淹沒了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壓力還蠻大的 希望日本一切平安 其實造成的災情還蠻嚴重的 然後今年對日本來說的話 有6個颱風吸引日本了 影響是很大 那台灣的天氣呢相對的 其實今天有一點南風 有一點午後陣雨開始起來了 不過相對的還是蠻穩定的天氣 其實整個未來的情況呢 未來呢我們還是一樣 未來這幾天午後的陣影會增多 新南風有一點六圍的增強 有一點水氣 那這邊呢其實還是有些擾動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擾動要發展成為颱風的這個機會 是有的 但是說會不會清醒台灣還太早 所以大家呢不用太緊張 我們後續給大家來觀察就可以了 但是呢這個周末的時候 北方有些東北風會南下 預期呢有一道封面會 可能會在周末的時候會接近 這個封面呢到底會多強 或是雨會多大有待觀察 因為這個時候 才剛開始而已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禮拜天是有一點不穩定的 因子在這個裡面 所以北東要稍微留意一下 可能會持續到下禮拜一 溫度呢也會稍微下滑一點點 那這幾天呢其實開始就有一點 短暗性陣雨會發生了 所以這個五六日呢可能要留意一下 可能有封面會接近 可能特別是在周末的時候 那禮拜三晚上呢 各地天氣大致上還是不錯的 南部有一些偶陣雨發生 各地的溫度還算還舒服 明天白天呢其實也差不多 各位可以看台北又站上35度的高溫了 還是熱 雖然進入秋天了 可是問題是說到了這個周末的時候 可能會拉到23 4度左右的溫度 要稍微留意一下北部跟東北部的低溫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西南風稍微增強 午後陣雨增多 周末呢入秋首波的封面 還有東北風 會接近 那北東稍微降溫 轉偶陣雨的天氣 所以請大家留意最近的變化